夏至一過又到了中醫師開辦三福天門診的季節 中醫師會在這一年中 陽光最強日照最長的三福天 為看診的病患東冰夏至來增強免疫力 三福天的效用主要是針對氣喘或過敏性鼻炎 那這些疾病都是冬天或秋冬季節 天氣變涼的時候比較容易耗發的 那我們選擇就是跟肺經相關的穴位 比如說這個風門穴 比如說肺酥穴還有一個是膏肓穴 那我們也會再試情況 有些人他很明顯是有皮虛的情形 或伴隨著腎氣虛 我們就會再加上皮疏穴跟腎疏穴這樣子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讓熱性藥物附貼在特定穴位 讓經絡氣血循環來提升身體的免疫功能 醫師表示根據臨床實驗三福天療法 在預防氣喘和過敏性鼻炎上都有不錯的效果 那藥物的話我們就選擇白戒指 然後細心、鹽湖索跟乾睡 這四種藥物都是比較偏熱性的藥物 然後我們把它加上薑汁 膚貼在特定穴位 然後讓藥效經由經絡滲透到身體的體內 然後到冬天的時候 可能感冒或外感疾病的機會就會降低很多 所以臨床上我們都很容易看得到 而醫師也提醒皮膚過敏、孕婦和感冒發生的民眾 最好不要進行三福貼療法 以免產生副作用造成身體負擔 記得在禮江台中查不到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